韓國情報機構10月18日稱 朝鮮已向俄羅斯遠東地區派遣1,500名特種部隊士兵 在當地進行訓練和適應環境 並可能被派往烏克蘭戰場 該機構表示一直在與烏克蘭情報部門合作 並使用面部識別人工智能技術 來確認在烏克蘭東部遁涅茨克地區 幫助俄羅斯軍隊發射朝鮮導彈的朝鮮士兵 該機構稱根據從烏克蘭戰場繳獲的武器殘骸 朝鮮自去年8月以來 已用超過1萬3千個集裝箱 向俄羅斯運送炮彈、彈道導彈和反坦克火箭 總計已有超過800萬枚火炮和火箭彈運往俄羅斯 根據韓國最新數據 朝鮮現役軍人總數達到128萬 並在此加緊研製導彈和核武器 如果得到確認 朝鮮向俄羅斯派遣軍隊 將是自50年代朝鮮戰爭以來 該國首次大規模參與戰爭